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吧,它不是手柄了 那直接鼠标了 我还以为这是根据我鼠标的晃动它在动呢 随机的 这个八音盒还主音量 稍微调轻一点,我觉得还是有点吓人 这是灵敏度 好的,这个游戏刚才我 那个我刚下好 然后昨天的购买的 本来想昨天就直播了 但是昨天这个下载速度太慢了 然后这个游戏之前就收藏过 然后问题在于 这个收藏了以后 它说这个发售日期是在 23号 但是23号并没有发售 然后过了两天 官方就Steam这个官方主页上把 他这个release date改成了29号 然后就昨天 昨天下载下来以后 就已经很晚了 然后就没有没有继续去 去录制 这游戏是没有中文版的 这可能是一个瓶颈 然后这里helper guide 是什么东西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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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看一下 controls hold oh sorry hold spacebar stand up 长按空格键是站起来 然后按esc escape是暂停 LMB 是什么鬼 和物件交互 左边的 LMB 还有RMB 人民币 go to sleep mouse button 我知道了 左边鼠标键和右鼠标键 是吧 右鼠标键睡眠 左鼠标键和物件交互 这个 在抽屉里的时候 当抽屉的门 这个快速打开 这时候 赶快打开你的手电 打开灯 应该是 这个是under the crab 这个在婴儿床下的时候 当你听到他 抓 stretch from under ok sit down 就床下有东西在抓你的时候 赶紧 起身 赶紧起身 但是不要 不要闭上你的眼睛 屏住呼吸 等待这个 嗯 床下的生物停止 攻击你 睡着了 用鼠标右键 去填满这个睡眠的按钮 睡眠的图标 当你的图标已经满的时候 你将进入沉睡 and progress 这个时候 进度会继续推进 knock knock 当你听到这个敲击声非常 频率非常高的时候 turn out 是不是关灯的意思 turn out light 我只要turn off是关灯 turn out 是什么意思 我们姑且认为是关灯 就是 如果你不关灯的时候 如果有人敲门 你不关灯的时候 那这个门 这个门就会被打开 然后 the carousel 这个是旋转木马 保持音乐 这个播放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音乐 不让它保持播放的话 就 它会移动的非常快 因此 如果 它 不再移动 停下来的时候 你得赶紧把这个 音乐给播放起来 感觉还挺复杂的嘛 grandmother chair 祖母的椅子 当这只椅子开始 有一些动静的时候 捡起你的 小鹿先生 保证你的安全 以抵御不明生物的袭击 当你抓住 当你紧抓巡 巡鹿的时候 你将不能 闭上你的双眼 或者站起来 这 不能站起来 我能理解 毕竟我是鹰 不能闭上双眼 是什么鬼 这我可记不住 直到你 直到你 直到你把它们放回原位 把它们放下 然后这个巡鹿 是放在枕头上的 我们眼前这只鹿 应该不是巡鹿吧 这个是熊啊 好 这么多 根本记不住 Store mode Time attack mode 下面是这个 时间倒计师模式 然后这个 第一个是 故事模式 我们应该是故事模式吧 第一张 点击鼠标 选择一个 难度 后面都是unlock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一张 自行车 第二张小熊 第三张婴儿 第四张 这个应该是巡鹿吧 第五张是婴儿床 这个又是婴儿床 这都有人了 这什么捷尼乖 这个就旋软木马 这个是木马 这是椅子 桌椅 餐桌椅 这个应该就是祖母的那个摇椅吧 这是 床 哦 这个是巡鹿 刚才说巡鹿是放在床上的 哇 这么多关卡 这次仅仅是试玩的 因为这个游戏 我并不确定 有没有继续 玩下去的价值 就是觉得有点新鲜感 所以去下了一个 没有眼睛的灵魂 不能看到 他等待着黑暗 带给你黑暗和你带给你和我黑暗 孩子的眼睛是无邪的 纯真的 我可能来不及读完了 伴随着笑容 他将尝试 诱导 但是不要靠得太近 因为 因为 呃 Sing 应该是 Sing 我记得是 惩罚还是什么东西 还诅咒 他寻找着新生 和下一 next of king 这是个子组 静青 有 这个视角有点吓人呀 旁边的objectives是你可以检查的 互动的东西 可选可选可选 三个可选 第一个是 嗯 探索 这个 attic attic 是庭院的意思吧 还是格罗 attic 格罗 然后 inspect toys 和这个检查这个玩具 find lost notes 找到遗失的纸条 当你 嗯 准备好了 按E 在这个婴儿床上按E 可以继续游戏 E是捡起东西 然后和物件互动 鼠标左键是捡起 这个纸条 你捡起不能同一个键吗 rotate object 或者旋转 然后est是暂停游戏 也就是说现在有用的键就是 E键和鼠标左键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哦 明白就是你你那个他是刚才说抓起行路的时候 不能闭眼和站起来是吧 等等我这个视角根本不是 婴儿吧 这么高大 这么高大 这是恐龙吧 很有趣 嗯 为什么东西 东西是如何看起来如此的大 当你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世界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庞大 阴影看上去也很大 但是 当你长大后 你会意识到这些东西在你生命中 生命是多么的渺小 这个字就不消失了吗 这牌子 要鼠标左键点一下才会消失 这企鹅吧 这企鹅吧 这个抓取的有点假啊 这抓取的 这是收音机 我这背景音乐我受不了 脚步声 哎我婴儿 怎么能这样走路的 感觉像成人的这个 如果我死了 他会死吗 我观察世界的方式 是 他想要生存的方式 如果我死了 他是否会 这是纸条是吧 抓取纸条是鼠标左键 抓取纸条是阅读啊 好吧 呦这里怎么那么暗的 这有小孩一开始没有调光的 这是唯一一块比较亮的地方 外面好像是很亮的 这个意思 这是自行车 也就是chapter 1第一章的时候 封面画当中的那辆自行车 这是阁楼 Be kind to animals 请对动物仁慈 友善 这是飞空挺的设计图吗 这阁楼上在进行着什么呀 我怀疑我现在操纵的不是婴儿 可能是个成人 所以我现在纸条都已经看过了 然后玩具都已经检查过了 探索整个阁楼 现在还在探索中 如果我一切都ok的话按E 好的那就按E吧 PressE to remember a moment 按下E去回忆一段记忆 E 诶 诶 等一下 这就结束了 对了吧 让我们再点进去看看 诶 好像还真是 按回车键跳过 Dust from the past 过去的尘埃 诶 我发现 这是一个小故事吧 所以第一张只是交代剧情吗 这还有一张纸条 可能是刚才漏掉的 我醒来时感觉有点不舒服 有点害怕 但并不孤独 但是成长 这些记忆开始 成长后这些记忆开始 渐渐淡去 就像一幅画 就像这个婴儿床上的一幅画 记忆仍然 不可触碰 就像玩具 就像长大了以后 我不会去触碰玩具一样 所以这婴儿床里面其实是没有东西 我刚才这边应该都已经探索过了 没读到什么东西 应该所有东西都没有变化过 那我就不去懂了 直接还是暗逸 我们到这个Chapter 2去 第一张可能只是交代剧情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那这样的话这游戏不是很快 诶 怎么还是Chapter 1 啊 刚才这个是没解锁的 现在解锁了 记起一个片段 记起一个片段 这些所有的这些 就是刚才我在进游戏之前 引导的那个游戏的引导里面 已经阅读过的部分 那现在简单回忆一下 我吵着什么鬼 看到我还去申请退款 哎呦呦呦怎么进去了 靠突然就进去了 那全屏吧 好吧 哈哈 原来只是loading man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啊 呦呦呦操 啊赶紧来音乐播放式 橱柜出来了 完了 应该关灯还是开灯啊 等会灯在哪儿 Switch on 鼠标左间开灯 哇吓死我了 我都不敢回头啊 啊这是不是只是给我练习的 还是敲门啊这 让音乐不要停下啊 我只记得音乐停下 会有不好的情况发生 嗯 啊啊啊靠 这里吗 呃我得复习一下 哦可以进入睡眠的是吧 the yellow is glow the globe's power 啊 没看清楚啊 没事没事 反正总的来说 还是要先看一下指引 一进入游戏有点慌了 什么都忘了 但是开灯怎么开 我还真不知道 等会看一下灯在哪儿 鼠标左键是和物件互动 可能转个身就有灯了 这次如果还卡着的话 我就让它卡一会儿吧 貌似卡一会儿可以进游戏 嗯进去了 等会我先看一下灯在哪儿 差点忘了 灯在哪儿 那就入眠吧 哇这条来这条东西要填满也是有点困难的 有人开门了我觉得 这样也可以的 你中处醒过来一下 然后开个这个悬掌木马继续睡了 好像有人开门了 但是我决定一直按鼠标键按下去 其实什么时候这个LAMPS POWER可以走完我也不知道呀 就这个黄色的框 他也没说出这个框什么时候会走完 啊他妈的 受不了 等一下 那如果从一开始 你说这种睡眠质量能好吗 这个一会儿外面打雷 一会儿又被惊醒 最后还有个怪物闯进来 难道这样就过了 就是这一关只要控制音乐 不需要控制那个灯的开关的意思吗 有好像听到门开开来的 有人开门了好像 我们胜利在望啊 但是我有不祥的预感 果然 那就差一点点是吧 也许就是差自明电影他不让你过 哦这是站起来 哦站起来才能开灯 哦我知道了 但是我相信站着是无法入眠的是吧 完了怎么蹲下 嘿我蹲下不了了 哦在这 我可以直接倒下 哦明白了 好那我们再练习一下 好我知道了 再来再来再来 按空格键是可以站起来 不过长按好像才是站起来吧 好像有点明白了 哦 嗯 啊 哦 怎么一直没有橱柜的声音 这是打雷吧 我靠我在等橱柜的声音怎么没有 这是橱柜的声音吧 灯在哪啊 继续睡 我还是分不清橱柜和门的声音 这样的话好像油增消耗的很快 不会吧 也许这样就过关了 哎呦操 那个在哪 在这 好像开着灯睡觉比较安全一点 哎呀过关了 memory released 解锁了一个 还是挺刺激的 也就是说 嗯那个听到橱柜的声音 你就要这个 呃开灯 然后听到门的声音你就要关灯 是吧 但是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门的声音和橱柜声音 因为都是都是那木头震动的声音 好的 我们也解锁了一个新的关卡 follow the ladder leader 跟随着老大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我觉得试完完到这就差不多了 哎呦有摇椅了 这是第二章好的 所以刚才第一章 这个每一章开始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他这个周围的布局都是不一样的 但同样发生在阁楼上 这是第一贯自行车已经被放到一边去了 这儿纸条 I remember that sound sat sound sat cheer I remember that night 那一晚 那只摇椅 我记得这个声音 的确是小时候自己想想看 在这个 不是在婴儿床 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这个摇椅的声音 还有那个敲门的声音 还有橱柜 咕噜咕噜的声音 确实会非常害怕 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的还原了我们 海底时代 婴儿时代的一些 源自深处的恐惧 可能长大了以后都没有这种 恐惧感 但是从一个 孩子的视角确实会有这种恐惧感 这也是这款游戏的标题 这是摇椅 而且摇椅上还有只小熊 其实我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入睡 不再恐惧 不过我觉得婴儿应该不知就会开灯关灯 站起来开灯 应该还是合理的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 好像纸条很少 就这一张纸条吗 这里按一就可以进去 这怎么黑的我看都看不见 这是婴儿床 怎么像笼子一样 这一关好像就一个摇椅 逃我们进去吧 基本上是要挂的 做好挂的准备 不管挂还是不挂 咱们体验就差不多到这了 第二张是这个 这个不是巡奴 这个应该就是普通的deer 我忘了抱起鹿会有什么东西 什么效果 咱们那个先back一下 我看看 我知道了 一旦听到摇椅的声音的话 赶紧抓起这只小鹿 但是 当你抓着小鹿的时候 你是无法站起来的 因为小鹿对你来说太重 另外呢 你也是不能闭上眼睛的 你不能抱着小鹿睡着 那么我们简单就可以理解成你只要听到摇椅就去抓这个小鹿就行了 我感觉我应该没这个反应 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婴儿了 感觉 条件反射都不一样 成人不太会去抓这个 有这种条件反射 但作为一款游戏的话 还是很真实的还原 这一章的话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个摇椅 去抓这只小鹿 但是 我觉得 从这个游戏的推进来看 应该未来会 将这些元素混合在一起 然后有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有 然后有时候你需要站起来开灯 但是你却发现 这个你抱着小鹿 所以你就站不起来了 反正 这个 混杂在一起还是比较复杂的 感觉 好我们开始吧 目前还没有摇椅的声音 刚才怎么突然摔倒了 灯在那 哦 嗯 我操小鹿在哪 在这 怎么抱小鹿 我忘了 但是现在没有妖姨 哎呀我怎么忘记睡眠了 这 哦我知道为什么不能一直把灯开着 因为灯走得很快 因为灯走得很快 等等等等 把灯关了 虽然有点害怕 哎有人开门 不对呀有人开门关我屁事啊 有人开门灯应该是关着 橱柜 哦有摇椅 靠 小鹿你在哪 小鹿我看不到你 先开一下灯 小鹿你在哪 二 小鹿 哎呦 为什么我转了那么多圈没看到小鹿啊 这是什么鬼 啊好的 这关他已经不再提示你那个黄色的油灯的这个 呃油耗了 好的那么那个首先我们现在已经能这个基本上熟悉这款游戏操作了 他是很好的还原了我们 这个海体时代的一些 也心灵深处的恐惧 另外的话 我也证实了一件事就是这个游戏他 嗯不是以这个 呃怎么吓唬你为卖点的 因为他每一关的这个 最后你你那个没通关game over的时候出来的这个 怪都长得一模一样了 那么 呃应该说能够 成功的睡着 是这款游戏 呃 这个通关的一个唯一途径 然后熟练的操作 让电球自己的反应能力 就是通关的秘诀了 好的那么我们体验就到这儿啊这个游戏因为他好像没有剧情他吃 呃一款 就是感官上体验的游戏 那么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做系列 作为一个体验 呃做一段短视频也是不错的 好的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么多不想掌握 好 好 睡